吃几个汤圆好 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吕洞宾呈仙时 想找一个不贪心的土地 传授他的仙术 于是心生已迹 变成一个卖汤圆的老人 并在摊上贴一张纸 汤圆一文钱吃一个 两文钱吃到饱 从早到晚 许多人都跑来吃汤圆 竟然没有一个人 是吃一文钱的 话说黄昏已尽 来了一个青年 付了一文钱 吃一个汤圆便走了 吕仙人大喜过望 急忙追上去问 你怎么不用两文钱吃到饱呢 那人无奈地说 可恨我身上只剩一文钱 吕洞宾长叹一声 纵然飞入天际 终身没有收土地 可见神仙都很难找到 没有欲望的人 这就如同我们的生活 人每天都在为生存 帮忙 为生活奋斗 来不及感受与琢磨众多的 为什么 其实道理很简单 人的一生就是由欲望支撑着 而欲望的具体表现 又附着在名利之上 名是虚的 为满足虚荣心 利是实的 为满足身体各个器官 饥渴的需求 人以私利为中心 以虚名为半径化缘 不断地化下去 由小至大 使自己的欲望起来越膨胀 膨胀到理智不清 来者不拒 多多益善了 试想 你有豪宅处处 只睡一张床 名车排排 也只不过坐一个位 而修炼人有更高的标准 就是要在常人中脱颖而出 出污泥而不染 修炼人就是要修去 各种欲望和执着 最终达到无私无我 童话真善忍大法的正觉